2006年的国际天文学大会上,一颗重磅新闻轰动了全世界,九大行星正式改为八大行星,冥王星被降级为矮行星,对于冥王星被行星行列扫地出门的消息,很多科学家一直不服。 三年前,新视野号探测器路过冥王星,又给这些科学家们,把冥王星翻盘提供了奇迹,当新视野号把冥王星的图片传回地球,并公布在全世界面前时,这些科学家也坐不住了,他们仔细观察了冥王星的表面,发现那里的很多地质特征和我们熟悉的行星,都有一大的相似之处, 如冰山,泛气冰川,烟雾弥漫的蓝天,目前,行星在官方定义,就是由千文学家,在2006年的大会上提出的,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,一,必须是围绕恒星运转的天体,二质量必须足够大,来克服不经意力,以达到留着尽力平衡的形状进入球体,三,必须清除轨道附近区域, 公转轨道范围内,不能有比它更大的天体,但是,对于这个定义,很多科学家是并不服气的,他们认为,这样的定义方式,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一颗行星, 事实上,在那届天文学大会上,只有很少的天文学家,在最后参与了规范行星定义的会议,初略统计,全世界天文学家中,只有4%当时在场, 因此还有许多人表示不服气,同时,这些科学家还给出了一个更牛的理由,太阳被定义为暗星,但也还是归类为恒星, 凭什么冥王星被定义为,暗行星就不是行星了呢?我猜,我无言以对,估计冥王星也受不了了,是不是行星给个准信行不行,别在这折腾我了? 大家认为,冥王星到底该不该重归行星行列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